我很喜欢今晚的主题 梦想同飞 因为十二年前 我就是飞来香港追梦的 而今天我追到了 十二年前 我来香港读书 我毕业于理工大学 翻译学系 当时追梦的时候很简单 都说香港是国际化大都市 能够来到这里的名校读书 在中国大陆来讲并不容易 所以我挤破了头 终于来到 来到这里之后 我以为我的梦想实现 于是我就刻苦学习 努力工作 终于去到了全球 比较大型的知名的华国企业 从一个创业小白 一路成为公司的区域经理 一个偶然的机会 我的教授把安理事业 介绍给了我 所以2014年3月9号 我在像今天晚上这样 一程大型会议上 我做了一个决定 我要用业余的时间 不影响我的工作 一加一发展安理事业 所以我也希望 今天晚上出过我的分享 我的演讲 大家你也敬小心来去想一想 今天我所讲的是否 你也可以有共鸣 你也可以做同样的选择 我给自己一个目标 每两年在安理事业 要升一个级 所以2014年 2018年到今年 我终于达成钻石 我相信现在只是刚刚开始 两年后 我也诚心回到这样一个大的舞台 我要跟大家讲 两年后 我会以G2的身份上来呢 你们不用担心没有票了 因为那个时候呢 将去到医馆 有3000张票 每个伙伴你都可以进来 谢谢 也许你会很好奇 你到底怎么做到钻石的 所以现在是搞广东话 还搞得不是搞不成天 其实我很平凡 我平凡人出身 我经常把我自己比喻成 我就是社会的一个索影 生长在我们这个年代 90年左右的这一批人 我们从小到大 父母就一个期盼 安安稳稳地读好书 找好的工作 进大的公司 努力晋升 一路往上爬 争取一生 同意吗 我从小到大 在这样的教育当中长大 我相信现场很多朋友都是 现场很多父母也许你也曾经想过 孩子应该这样 那来到香港追 我以为来到香港我就会实现我的梦想 所以你看每天都是很刻苦很努力 我真的比我同学努力很多 每天埋涂苦读 但是毕业的时候 大家看到我 毕业那一天 我站在理工大学的校门口 我两眼无神 两眼无光 因为我的眼睛看不到未来 我的眼睛看不到 我该选择什么样的道路 在香港呢 我经常说 最多的是什么人 打工眼 所以我就自然而然 随波逐流 成为了大多数人 按不就班 就觉得打工一辈子 所以 当然我的工作 也非常努力 因为我从来都是一个很努力的人 我从一间跨国企业 可以进入到另外一家知名跨国企业 最后 我真的是从职场小白 成为全球最大的 OTA 互联网的 大家应该都很熟悉的 这家公司 我成为一个产品经理 也许你会很羡慕 哇 雷姆还有个香港人 还有香港人 都干吗 好不容易公开 还没过来 其实呢 我想跟大家讲 不要看这些表面的 衣着光鲜亮丽 它的背后呢 很多心酸的故事 我给大家分享两张照片 这两张照片呢 不是我没有拍好 而是我走得太快 拍模糊了 为什么走得太快呢 因为香港每天上班的节奏 就是这样 这张图片 大家一定很熟 这在哪里 中环地铁站 对不对 你知道吗 我上班的时候 每天最害怕的 就早晨起来搭地铁 我每天走到中环 去中环上班的时候 地铁站静得 连一根针掉下来都听得到 整个地铁站 只有皮鞋和高跟鞋 急促的声音 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香港人太忙了 因为每个人都很急促 每个人都会匆匆忙忙 我即使拿到了好的工作 应有好的offer 我从来不敢停一下 我连中午吃饭的一个小时 我都要叫外卖 趴在我的办公桌上 不停地工作 因为我知道 在这样金融激烈的 国际大型企业 我一旦放慢脚步 我随时可能被别人取代 这张照片呢 是2018年山竹的时候 香港在Facebook疯传一张照片 大家有共鸣吗 就全香港人呢 我们共同演了一部大戏 这部戏呢 叫做翻工 在香港呢 连时间末日都要翻工 我非常佩服香港人的 那种努力 那种精神 我从来没有想过 难道这是我来香港的初衷吗 我来香港 是为了在这里待到时间末日的时候 还是要上班吗 我不知道 我该做什么改变 这个时候呢 我要感谢我安利事业的推荐人 也是我研究生的教授 也是香港理工大学 正文与翻译学系的翻译系主任 张启凡老师 他问了我三个问题 他说 Kelvin 你是否满意于你的现状 这三个问题我也想问回大家 各位朋友 今天来到这里 你是否满足于你的现状 我摇摇头 当然不满足了 他又问我第二个问题 如果用两到三年的时间 你一辈子再也不用打工 你觉得怎么样 我说老师 不要再讲下去了 如果只要不要打工 做啥我都愿意 只要是合法的 他接下来问我第三个问题 你有没有想过有一天 又有钱又有时间 你会做什么 我说 在香港 打工上班 我从来没有想过 我可以有钱又有时间 因为每个人都忙忙碌碌 每个人都匆匆忙碌 我非常感谢我过去打工的日子 我非常感谢所有在香港 我们一起打工的这些朋友们 因为我们每天努力的背影 我们每天加班的身影 点亮了维多利亚港 那个美丽的风景线 我感谢我的钻石老师 Lewis & Lilian 在我一而再三而三的推托之下 我知道安利好 但是我没有找到 我为什么一定要靠安利成功 我知道安利好 安利成功了 又有钱又有时间 但是我凭什么一定要选安利呢 我一直在寻找有没有更好的呢 我一直被安利这两个字挡住了 所以我的钻石老师 他就给我这两张票 我参加了像今天晚上 这样一个大型的会议 而来参加这次会议的时候呢 大家看到 我一样的两眼无光 我站在那里拍照 人家连路人甲都比我明显 对不对 我都不知道我路在何方 但是就在那场 像今天晚上这样的一场会议 让我看到 哇 这么多条件不如我的人 他们都做得到 凭什么我做不到 我又看到那么多条件 比我好的人 他们都选择安利事业 为什么我不可以选择 所以在回来之后 那个三月九号 我就下定决心 我跟路易斯老师讲 我这个月要上银章 其实我都不知道银章是什么 银章的难度是什么 回来之后 我发现整个油麻地的店铺 所有的人见到我 刚才来 你还很脏 还没有这个月 刚才来 你这个月会送给安张 最后再来 和路易斯老师的图形 开始 我拥有一次夜夜的时间 送给安张 很多人都说 今晚来听一个 讲普通话的人 讲什么成功的 大家都想成功 大家都想知道 到底在香港 做什么可以成功 怎么做可以成功 但是我想把这个问题 送给大家 你首先要弄清楚 你要什么 你要什么 比你做什么更加重要 最近这几年 我非常融入香港这个社会 我也结交了很多香港本地的朋友 商务会的朋友等等 我发现有一个非常明显的 一个问题就是 每个人每天都在讲这句话 我好忙啊 我每一天都好忙 我忙啊 忙啊 有没有想过 每一天如此的忙碌 你到底要achieve 一个什么样的lifestyle呢 你为了成就一些 什么样的结果出来呢 每天如此忙碌 你今天所做的事情 多久可以实现你的梦想呢 这个问题 我也想问回 在座的所有的朋友们 你问一问自己 如此忙碌 能不能停下来呢 通往梦想的路 当然不仅仅只是安利 有很多很多的选择 有的人选择打工 有的人选择自雇 很多朋友选择做生意 那当然还有更多其他的选择 我想问大家这句话 那你先弄清楚一个问题 你想选择的是价格人生 还是价值人生 上班的时候啊 我每天压力特别大 我每天就在问问 我自己一个问题 凭什么我的工资 升多少 要由我的老板决定呢 凭什么我这个 今年赚三万 明年赚三万五 后年赚四万 这个幅度有他说了算呢 我原来只是一个劳动力 然后我的价格 有我的经历 我的老板来定价 我原来打工 只是不断地提升自己的价格 而回到安利事业 我又看到了很多成功的领袖们 他们在这里不断地学习啊 成长啊 成熟成功 那种价值 那种美好 我觉得真的应了那句话 有价值比有钱更加重要 我看到他们因为自己成功 帮到很多人成功 他们真的在发挥一种人生的价值 而回到现实当中 我不断地问我自己 难道我就满足一现状吗 难道我来香港追梦的时候 我为了进全球这么大 这么多的跨国企业 我就是为了我月薪四万块钱吗 我记得在最后一家打工的公司 我的月薪四万块钱 我看了一下 这个报告 哇 我在打工组的排名里啊 钱百分之九啊 吓我一跳啊 因为我觉得月薪四万我都不够花 但是已经到了百分之九 我觉得这个社会的压力太大了 但是回到安利事业 我看到只要我肯努力 只要我肯放下我自己 只要我肯学习 我肯突破 我肯改变 我只需要用五到六年 六到七年的时间 我一定能够成为钻石 就像今天 刚才我们的总经理江泰在台上讲 一个钻石的被动收入的征位数 都超过1.3mm以上 所以我就觉得 呀 如果我不做出这个改变 我不踏出这一步的话呢 我能保证五到六年之后 我可以有这个收入吗 关键这个收入还是被动式收入 所以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对比 我就做了这个决定 很多人走进安利 或者听别人讲安利 他总是在讲 哦 雷战琴太慢了 啊 要给 要五领啊 要漏领啊 我想跟大家讲 不是安利赚钱办 而是你的眼光看得不够远 今天大家能否静下心来 沉淀一下 我们用十年磨一剑的这种工匠精神 我们用十年的眼光去看安利事业 我自己在完全听不懂广东话 不会讲广东话 我用三年的兼职 五年的全职 我可以做到钻石 而这个钻石 仅仅是我安利事业的刚刚开始 因为未来更加大 无限的空间 未来我不止你 只会满足一个钻石 我们一路会往前进 我们看得到我们的未来 而不是看到职场的天花板 所以在简单 谢谢 所以在简单不过的一笔账 大家你算清楚了吗 我们都很会算账 我们生活中都很会算账 但这笔人生的账 能不能帮自己算一下呢 我很羡慕大家呀 因为你们都是香港人 香港呢 我一直觉得 都是距离梦想最近的地方 我知道在香港流行一段话 香港这个社会 是饿不死人的 只要你肯干 只要你肯努力 一定能够打拼出你的天下 那我赠多一句话给大家 而安倍呢 今天我分享的安倍事业 它一定呢 是其中一个 你通往梦想的最快的列车 谢谢 我今天不会只是讲 安利有多好 我也会把 我到底如何走过这几年 跟大家分享 也许你会说 你以前工作都不错 你做起来当然容易了 你今天能走到这个台上 坎坎而谈 你当然容易了 也许你会讲 我没有人脉 我不适合做这个 我没有口才 我不适合做 我很忙我不适合做 我家人反对我不适合做 我想告诉大家 我开始面临的挑战 我开始面临的挑战 通通都具备了 我完全没有人脉 在香港工作的那几年 我的圈子很小 因为我两点一线工作 而且我的工作 很多时候都是跨区域工作 我在本地没有认识太多的朋友 我在本地没有认识太多的朋友 而我打工期间 我广东话根本就听不懂 所以我就想办法 大家知道吗 我会讲英文 我会讲普通话 我告诉我自己 广东话 所以我推荐的第一批人呢 就是菲律宾姐姐们 大家知道 我是理工大学毕业的 理工大学的宿舍楼 是不是有个天条下面 周日上午最多的是姐姐 我呢就故意的 每个周日上午呢 就邀请姐姐到我家打扫卫生 然后做产品示范 给她讲什么是案例事业 一个月如果多占几千块 对你的生活 你觉得怎么样 我感谢他们 虽然他们今天 没有留在这个生意当中 他们锻炼了 我如何讲OPP 他们锻炼了 我用英文如何去演绎 这个事业的价值 刚才路易斯老师有讲到 我还会普通话吗 那我就推荐了 一批又一批的港票 但是一批又一批 来了又走了 一批上车 一批下车 而我这个老司机 就一路往前开 我没有时间关注 谁上车谁下车 我只把时间关注 那些留在车上的人 很多人说 我没有口才呀 我不会讲话 我怎么做呀 你没有口才 我没有 我连语言都没有 面对香港人 我的开始起步 我是哑巴 我一开始推荐香港人的时候 对方讲广东话 我讲普通话 甚至对方看到我很吃力地讲的时候 讲广东话的时候 他说 不如你讲回普通话吧 我都可以听的 香港普通话 我都可以听的 所以呢 就这样 一个又一个地锻炼 我的广东话 一个又一个这样进步 一开始 我连安利的上课的学习 我听都听不懂 我感谢我的老师 一个钻石老师 那个时候坐在最后排 帮我做翻译 大家知道 一个钻石讲一堂课的 价值是多少 感谢林老师 你那时候 一直给我做翻译 但是这些 没有口才 没有语言都不重要 今天我的团队 80%全都是香港人 而我 也可以用这种 不轮不累的广东话 和大家讲 一场又一场的 OPP 一场又一场的 Fall 一个又一个的 营养季孙 我刚才和刚才讲 这个好像都算 我的selling point 很多人说 这个人 其实我这个人 不是有趣的 只不过这个广东话 很多香港人 猜是马来西亚广东话 第三 工作忙碌 没有时间 我想跟大家讲 我做案例呢 我最突破 或者我做的最好 转折点的那一年 是我在Xpedia 最忙碌的那一年 那一年呢 我要出差 我要飞 那一年 我要on call 24小时 我们没有 没日没夜 因为是互联网企业的 marketing的工作 而我告诉我自己 因为我知道 我要什么 因为我知道 上班或者目前的不自由 只是暂时的 我要跟我的时间赛跑 我要跟我爸爸妈妈 反对我按利的态度去赛跑 我必须在今年拿下Q12DD 我要全职 我要辞掉 我压力巨大的那份工作 所以在我工作 最忙碌的那一年 你知道吗 讲出来都是故事 现在做到了 我什么时候联络呢 上厕所的时候联络 所以我的老板看我 怎么经常上厕所呢 所以就是 我觉得这一切 你做到了就是故事 对不对 都是一些美好的回忆 第四 我完全没有做生意的经验 我的爸爸妈妈 从小到大 不让我做生意 他觉得北方人嘛 北方人大家知道吗 要做什么的 做官 对 官本位思想 要进事业单位啊 安安闻闻一辈子啊 我怎么会觉得 生意会跟我有关联呢 所以我更加没有经验 所以就刚才出现了 林老师抱我那一幕 我根本不懂得什么叫爱 什么叫爱团队 爱别人 怎么去应有爱 包容别人 而在安利 今天我应有了一个 有爱 有凝聚力的团队 这一切都是在这里的成长 第五 家人朋友强烈反对 我妈妈在我决定做安利的 3月9号的晚上 我跟我妈妈打电话 我妈第二天回电话 她说 你爸 昨晚都没睡好 因为你告诉我们 你做了安利 我不是去讲 因为北方人很片面 对直销 这样的一些行业 然后我妈不断地 几天都给我打电话 你还在做吗 你还在做吗 你不要做了 你回家的时候 千万不要跟别人讲 你在做安利 我们花这么多钱 跟你去香港读书 你怎么去做了安利呢 我默默地告诉我自己 我妈妈因为没有明白 什么是安利 她并不知道 我要在安利创业 我要成功 我要证明我自己 我要给到他们 更加有保障的生活 所以我就跟妈妈讲 不用担心 我只去安利听听课 于是我就默默地学习 一学一做就是四年 我妈妈都不知道 我在积极发展安利 直到我做到翡翠之后 我妈妈来香港 我告诉她 我已经全职安利失业了 那一刻我妈妈开始支持我 在我做到钻石的第二天 9月1号 我妈妈又给我打电话 说你爸昨晚又没睡着觉 这个是真实的 我说咋了 你爸知道你上了钻石之后 兴奋地睡不着觉 所以 千万不要把你的梦想 葬送在那些反对的人的嘴里 我问我妈 我说你们现在 怎么态度这么不一样 我妈说 我其实一早知道 你就适合做安利 我说为什么你觉得 我适合做安利 他说 你打小啊 你就喜欢带队 就带队 就带着医学孩子 孩子王 你打小就喜欢讲话 所以呢 你特别喜欢做安利 我说妈 如果当年你 我一开始告诉你 我做安利 你这样鼓励我 我今天会更成功 他说当年如果支持你的话呢 太纵容你了 如果反对你 你可能更加有动力 我记得 我记得刚开始啊 我做了安利呢 甚至我上到翡翠 我爸妈跟别人 别人问起我爸妈 你儿子在香港做什么 我爸妈说 搞一些小生意啦 或者说 还在他原来的美国公司工作了 因为Xpedia是美国的嘛 他也没说错 因为Envy也是美国的嘛 对不对 所以呢 今天 我想跟镜头面前 爸妈你们说一声 从今天开始 你们可以有底气 出去给别人讲 你儿子是做安利的 而且安利做得还不错 我曾经呢 也面临很多选择 我不知道 这些选择放在大家身上 你是否会选择离开 或者你会像我一样 执着去选择 安利事业的目标 我记得在我全职的那一年 我拿到了一份 非常好的offer 曾经因为我是做 OTA旅游行业 所以呢 在我全职的那一年呢 我觉得老天就是在考验我 有一家公司呢 叫做 大家坐飞机就会去的 那个launch 他请我做marketing manager 然后呢 给我的offer呢 就是一个翡翠的收入 而那一年呢 我辞职了 我给我自己定了目标 我要做翡翠 如果是大家 你会选择 已经到手的翡翠的年薪 还是像我一样 继续全职 去打拼你的翡翠目标 在这样一个诱惑之下 我从来没有考虑过 因为我知道我要什么 所以我就非常执着 我继续打拼我的目标 在那一年 2018年 我就顺利完成了翡翠 而我想告诉我自己 如果我选择这份offer 我将继续回到一个恶性的循环当中 而我选择了坚持我的目标 我将会从一个价格人生 真正的去到一个价值人生 在初期创业的时候 很多伙伴 刚才讲到 上车下车离开我 我的团队从一个人到十几个人 最后变回一个人 各位朋友如果是你 你会怎么选择 而我一样的 因为我知道我要在安利要成功 我要在安利做钻石 甚至做FC 所以在这么多的逆境的情况下 我依然选择从一个人诚心打拼 今天我可以从一到一百 建立超过百人的团队 所以每一个成功的人 都要经历一段沉寂的日子 那段日子里呢 你不断地付出 但是你并没有得到你所要的 但你依然没有苦诉 依然没有抱怨 直到有一天 你回想起来曾经的过往 那些日子 你会为自己所感动 那才叫真正的优秀 你说是吗 那安利事业到底是什么 我就用四个自由 四个rich送给大家 health rich 健康自由 在这里 你会拥有健康的自由 因为我们是做大健康产业 你会拥有时间的自由 就像我们 能够建立起稳健的六个市场之后 你可以自主地去选择你的时间 做你喜欢的事情 在这里 你会越来越追求更大的财富自由 真的赚到稳固的被动收入 而我还非常喜欢的就是朋友自由 我在香港没有一个家人 但是我拥有一群 像朋友一样的伙伴们 那最终 安利事业我觉得最大的价值就是 它提供了一个人人可作 人人可为的平台 在这个平台上 我不只是被它的钱所吸引而来 我被它独特的企业文化所吸引 就像安利公司的创办人讲的这段话 一个好的公司不是一位教大家去赚钱 而是培养我们的眼光 格局 信念 情商 爱的能力 领导力 今天在这个大会上 我们没有宣扬 安利让你一夜暴富 这也不是一个一夜暴富的机会 而能够让我们自己沉下心来 蜕变自己 成为更好的自己 给安利公司 给我们的创办人 一个大力的掌声 安利事业 人人可作 在我的团队 有各行各业 有老板 有刚才 上台的蓝宝石 Jenny 很多的老板 还有连我家的 打扫卫生的阿姨 都是进了团队 做到几次12%的 那还有一群 00后的这些年轻人们 人人可作 而且人人可为 刚才大家也听到 Ivan的分享 他真的来香港第三天 从一个穷学生 到今天 他再也不用担心 他的未来 很多很多这样的故事 很多很多这样的例子 那另外 安利事业可以跟家人 和朋友一起发展 在我的团队 我们有很多家庭为单位 一起发展的事业 我在他们身上看到 那种喜悦 那种开心 那种幸福 尤其是他们的父母的脸上 那种对未来的那种希望 当然 安利事业还是一个 没有地域的事业 我自己人在香港 我有香港的团队 我有大陆的团队 我有加拿大的团队 而我在加拿大的团队呢 在过去的三年 连续每年都稳健地成为 直系指教商 这就是我加拿大的团队 给在看直播的加拿大团队 一个掌声 当然 我从来 我的爸爸呢 其实是一个医生 我爸爸是个医生 我爸爸妈妈呢 一直以来都想让我做医生 我没有做成医生 但是我可以透过安利事业 建立自己的专业能力 帮助很多朋友 改善他们的健康 就像刚才在台上分享的 Nithan 我从来没有想过 原来我透过 我们的纽催来 透过饮食营养的搭配 可以帮助一个人 把三高的问题去缓解 当然 安利事业还是一个真正的 可以实现自由保障的事业 在今年 打拼钻石的路上呢 家里爸爸出现了健康的意外 我不得已要回到我的家乡 但在这个时候 在这个时候 我没有动摇 我也没有犹豫我的目标 因为我的团队在 虽然我三个月 不在香港的时间 但是三个月的时间 我的团队他们互相帮忙 我们达成钻石 而我可以 没有后顾之忧的 在家里 陪着我的爸爸 每天可以陪他学走路 陪他聊天 陪他检查 就像当初 在我小的时候 他陪我长大一样 很欣慰的是 告诉大家 我的爸爸 在纽翠来的帮助之下 在家人的陪伴之下 他的健康 恢复得越来越好 把掌声给到纽翠来 我感谢我的团队 在我最艰难的时候 他们讲了这句话 不是凯文上钻石 而是这个团队要上钻石 所以今天 我们成为一个钻石的团队 我想占用大家 几分钟的时间 我把我和我团队 制作一条MV 作为一个礼物 送给大家 我想让大家 看这条MV的时候 真的去看 安利事业 真的是各行各业都有 各行各业的精英 每个人都可以做 每个人都可以做得到 而且我们有爱 有凝聚力 有请短片 世界越爱越精彩 学法纷飞 漂泊期待入怀 Side to the sky 天地简白 一片片存在 未来越爱越期待 我无情空心话如法表白 Fly to the sky 万全彩虹已匆匆盛开 我们都需要爱 大家把手都掀起来 Together for a share of future 一起来 一起向未来 我们都拥有爱 来把所有门全都敞开 Together for a share of future 一起来 Together 一起向未来 这群伙伴呢 他们真的来自各行各业 他们已经在安利事业 达成银张以上 甚至很多是弟弟以上的 很多的领导人 也有部分的同张的领导人 我从来没有想过 12年前我来到香港 我会拥有自己的事业 我也没有想到过 我不是一个香港人 我能跟一群香港的朋友 凝聚在一起 有爱 有文化 有凝聚力 我感谢做全家人 我一个人能够走进安利 把一个网络从一个人 变成过板人的团队 感谢他们 使他们 令今天我们达成钻石的目标 能够走上今天这个荣耀的舞台 今天不是我来领这个奖 而是我们整个团队 来一起领这个奖 再借助大家的掌声 送给我整个团队 你们太优秀了 你们真的太棒了 谢谢你们 梦想同飞 我一个人飞来香港追梦 我追到了 然后我带着你们一起追梦 我们也一步一步追到了 我们真的带着梦想在起飞 一起向未来 这个就是我们团队的口号 我相信在未来 他们也会登上这个舞台 讲述属于他们的故事 谢谢短片 请帮我切回我的PPT 谢谢 谢谢 因为选择了安利 在正确的道路上奔跑 所以今天才拥有了钻石的价值 钻石的意义 有些东西是在安利事业 金钱买不来的 当然金钱也很重要 我们做到钻石 就像江泰讲的 拥有稳健的被动收入 还有增深商务仓 for ever business class 对不对 我有一次跟我的伙伴计算 我这么年轻 还有60年的话 每年做两次旅游 可以有120次商务仓 甚至未来头等仓 假设我降一下仓 每年还有 对不对 大家计算多少钱 还存在安利公司 所以这只是 安利的其中的一点价值 我觉得用钱买不到的就是 收获到你想要的自己 大家同意吗 我们都想成为更好的自己 我们都不满足于现状 我们都想成为更优秀的自己 看到2014年的我 你觉得他会做到吗 你觉得他会成功吗 你会跟着他做安利吗 但是有人相信 但是我相信 于是来到这样一个公平的环境 我改变 我学习 我成长 我成为今天 从一个黑炭 作为钻石 你想要的东西 都藏在你不想要的改变里 不可能用相同的自己 去得到一个不一样的未来 今天来到这里的每位朋友 您只需要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决定 然后跟 带你邀请你来的朋友 具体了解一下 安利事业的事业计划 安利事业的文化 团队的文化 系统的文化 我相信你在这里会有一个不一样的体验 最后这段话我想送给大家 奋斗我们都是要做的了 但是我们是为了什么呢 我想写这段话送给在座的每位新朋友 奋斗不一定 不一定一定是为了金钱 还有骨子里的那份自信 从容和淡定 我在安利赚到了 不仅赚到钱 我觉得赚到的是自信 从容和淡定 买得起自己喜欢的东西 去得了自己想去的地方 承担得起自己该承担的责任 花自己的钱 过有质量的生活 做一个无可替代的自己 我想把这段话 送给所有的在座的朋友们 安利事业 真的太精彩了 我感谢我八年前的选择走进来 我把过去的八年 我的创业 我的起步 我一路的经历 我的团队 我的恩师 浓缩在这45分钟的时间 分享给大家 我只想传递一个信息 安利事业 真的人人可做 人人可为 我非常非常期待 未来 大家都可以来到 属于安利的 这个成功的舞台 安利的钻石的舞台 我们终将 一定会在安利事业的 高峰相见 谢谢 非常感谢 谢谢大家 非常感谢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